这是一个鬼怪横行的事情 人类可以激发灵魂潜力 觉醒各种异能 而异能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可以斩杀鬼怪毁灭万物 觉醒异能的人类被统称为 异能者 而这个叫灵缺的男人 是一名从地球穿越而来的宅男 开局只有一条内裤 本台消息 马大师直播挑战失望 被对方一招击败 事后马大师接受采访 声称对方不讲武的耗子为之 本台消息 身间袭人事件告破 新生者是一名无性恶灵 目前已被刑拘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虽然穿越到了垃圾箱里 灵缺也不能让自己发型乱掉 然而他心里却抱怨起来 别人穿越都特么是开局无敌 秒天秒地 而他没有任何天赋 只是一个被人打死丢到垃圾堆的废物 我摔了大半辈子 竟然以这么窝囊的方式穿越了 无法可说 如果查出凶主是谁 我直接宰了他 这时灵缺听到背后传来水流声 回头一看是个哥们在墙角吁吁 灵缺还在心中嘀咕异见人素质也挺低 然而突然这个哥们脑袋旋转了个180度 突眼长蛇 是新鲜人类的气味 这可把灵缺吓得蹦高凉了 说时时内是款 这个长蛇哥们立马就朝灵缺错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你逃不掉的 前面是死路 然后长蛇男张开他那个诗人花般的大脑 就朝灵缺要来 当然主角怎么能开局就挂 一剑一把剪刀成螺旋状飞来 轻而易举地斩掉了长蛇男的头颅 灵缺震惊一整年 只见长蛇的身躯化作了围景 而剪刀旋转跳跃不停歇地回到了一位超级美的长腿来发妹子手中 呦 是个小哥哥呀 谢谢你救了我 好强的美女 小哥哥 我美吗 美女朝灵缺靠近 灵缺心中大呼这个世界的妹子都这么热情吗 这火辣的身材真是馋死她 美 那现在呢 我还美呢 卧槽 灵缺心里大喊MMP 她本来还以为坠入爱河呢 小哥哥 快点回答我们 你 然而这时灵缺心里竟然她喵得还一阵舒服 当然只舒服了一秒钟 她就开始考虑 说美这美女肯定认为她说谎 要剪开她的嘴巴 说不美她肯定直接杀了自己 这特末克怎么选 然而这时美女手中的剪刀却突然缩小 并决定灵缺既然不开口 那她就用剪刀把灵缺开口好了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主角必有一项发生 检测宿主面临危险 神级选择系统马定成功 这一瞬间时间停止了 然后灵缺面前出现了一个系统界面 上面有三个选项 需要在五秒钟内做出选择 第一个是直接逃跑 但会被猎嘴女追杀 奖励大还单一颗 能强化自身十倍力量 第二个是跪地求饶满足猎口女的任何要求 奖励洗水单一颗觉醒的S级肉身天赋 第三个美女唇下死做鬼也风流 别说话问她 奖励SSS级异能随机大礼包 灵缺心中一惊 果断选三 死也做风流鬼 系统限制解除 请宿主执行任务 我就是亲一下吧 拼了